今天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不叫做拒绝 就是没有经历过选择 对吧 但是也是个负担 或者说你的一个没有经过训练 就是你没有懂得怎么做个选择 对吧 你说拒绝也好 动静也好 所以在真的有选择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说 要么就是你咬定了 这就是最好的事 要么讲你不会像很多人在中间 因为没有做到这种 就唯一性 他会选这个选那个 他会懂得怎么去选出自己想要的 或者也浪费了很多东西 对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 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没有自己的想要东西 你只是说什么叫最好的 或者在所谓大众标准里面 那就是最难的一个事 你就去了 你现在特别听说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今天来讲比原来会好一些 对吧 我会觉得自己来讲的话 几个事情 一个来讲 我是认为自己需要做出有贡献的事情 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看自己拥有什么 有什么能力 这实在需要什么 就当天做输入法 如果中文不能够很容易输入 那你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现代化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记得当时领导的会访问我中学的时候 跟我再问他问一个问题 小同学啊 你一分钟打多少字 我当时脸都绿了 对吧 我要给你讲的地方是几颗定理证明 我讲的是汇编语言 有没有这么粗俗的一个问题 但后来我讲不是这样的 因为领导问一个农民 他会问说 农民伯伯啊 你一梦地产多少粮食啊 对吧 是俗 但是它是一个物质文化的基础 而打字其实在当时是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精神文明建策 或者信息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把书法做出这个贡献来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文明 是因为语言的不同 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冲突 就是东西文明的不一样 甚至我们说 就沿用这种圣经里面讲的通天塔的故事 人想见上帝 造一个叫做巴比塔 或者通天塔 但是上帝觉得你们这个太藐受的权威了 所以就让不同的种族的人 说了不同的语言 没法协作了 因为大家就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共识和共同的梦想 最后就见不了上帝了 对吧 这是个预言故事 但再反过来看 就如果大家在中间能够进行共识 能进行交流 这件事情会很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AI技术往前走 我发现说 有能力把翻译问题 做的真正实用的话 有一个突破 那如果我们能做这种事情 就会变得很有意义 而且这件事跟搜狗的基因很相近 我们是做语言相关的 做输入法 做搜索 一个让你用中文表达 一个让你中文获取信息 但是否我们能把中文转向一个全球的东西 对吧 我觉得我们有这能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世界需要这个 恰巧就是你自己在里面 最有机会去做成这件事情 那就义无反复就坐进去 你们开会是吧 对 你先开会呗 然后你晚上就继续跟徐老师 行啊 你先开会呗 好 行那待会见小川 好吧 你先这个 我先待会 对 待会见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刚发布的搜狗旅行翻译榜 我就出门就不担心了是吧 对 您可以说 我说个中文它就翻译成日文了 对 各位下午好 说个更复杂点的吧 波兰语 试试波兰语吧 我记得有一年去克拉科夫那天是大悟 太牛逼了 那再换一个 我看我还喜欢那些作家 换一个 丹麦语动 我都没听过丹麦语 这些丹麦人是怎么熬过那些慢慢的寒冬的 好牛啊 我觉得这个 虽然也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牛 我发现为什么突然我很兴奋呢 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启蒙工程的继续嘛 你想当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他们印大量的教科书 使用材料 字典 商务艺术馆干那些事情 他们都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怎么把这个人民大众给读报 就这个最白话吧 运动 它像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它这个运动的继续啊 以前是要通过这个白话来读懂那些读不懂的名词 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翻译器来去理解更大的一个世界的语言系统 而且我对背后的技术变化也很感兴趣 就是确实语言本身它是一个各方面的核心问题嘛 人家这是地上处理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怎么处理语言的本质的问题 就我也很好奇 就为什么把二十世纪语言学成为核心呢 对我这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来从这边上吧 你到这边上吧 我到这边上好了 好 这个车好酷啊 这个车我就指它的这个路线标识这块 你喜欢开车吗 我喜欢 别人给访华你就听了吗 那是最早的 那是对我也很想看 触动大吧 触动大 你突然间发现是世界最顶尖的 全世界最顶尖的一种技术力量 你是连接在一块的 所以你就不会陌生 你就不会有一种那种隔阂 隔阂的那种 尤其是世界底线我也见过就这样 嗯 对 就你连接过最优秀的东西 你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份子 它是一个圈子的人 嗯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 温染是把他们那种旗子 就它那个四色旗 对四色旗 它那个顶上还在转 哇 觉得好酷啊 这个公司 后来想一旦 真的以后我有公司了 我要把这个旗子打在顶上转 你把那小狗子猛在那拽 今天觉得走左边 然后又转在那边 嗯 这有讲个故事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简单看一看去 你的伤心事是吗 伤心事 为什么对翻译这件事情 语言本身这件事情 这么强烈的一个热情 这个东西从何而来呢 你觉得 所以在这里面的讲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通天塔这个故事 对 为什么这个隐喻 这个象征 他们这个异象对你这么强的一个吸引力呢 就可能你在内心当中还是这个更大的世界观 是对于分和合之间的这种见解吧 嗯 你会知道 像我们以前我读一本书是讲的就是欧洲思想史什么的 嗯 它说通常一个文明的爆发 是一个异族迁徙过来了 嗯 然后跟你原有文明在一个地方公司一段时间之后 它这个文明就就就爆发了 杂交的产物那种 对 生命也是啊 父母亲一杂交生一孩子出来 嗯 对吧 所以你在你的大世界观里面 你会认为两种不同东西的融合 会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爆发的东西的 嗯 它比我们发明电甚至更加的重要 嗯 在历史上是有它的位置的 嗯 所以从一种理想东西 我开始回到这种现实 而是发现到现实之后 反正我觉得已经到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了 嗯 因为正好这个是两个上市完了 我们有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放 第二的话呢 今天的AI赋予我们巨大的一个机会 真正认为未来世界长啥样 嗯 去做这样的一种构想 那搜狗会长啥样呢 嗯 在这种构想里 我觉得搜狗而言的话呢 第一个输入法 它就获得一种新的这种生命力 那在AI里面 我在翻译里面 我会更达到这样一个投入 嗯 我会做更多的对话系统 然后这种问答系统 真的把我们的搜索和输入法 转变成这种做助理 对吧 医疗的问题问给他 他帮你做医疗诊断 嗯 法律问给他 他告诉你说 哎对不起啊 你这离婚案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我进入大数据分析 嗯 你这个数的可能会比较大 不是一个社会很强了 嗯 后来我理解说 当我们去写程序去编程的时候 是把你的一种思想 开始通过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技术注入到了另一个生命里去 嗯 就像你人生孩子 它是能继承你东西一样的 嗯 这个程序它反映你一种思想 而且它能够在环境中间去产生反应的应对 对吧 我是觉得程序是有生命力的 嗯 听到那个阿富贵战胜那个李适时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是挺兴奋的 我记得当时你的你的反应 我赚了好多钱 嗯 我其实大概在14年的时候 嗯 我当时看到CNN就是叫做卷积神经元网络发明 就是深度学义分支发明之后 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可以用来下围棋 嗯 所以当时我是跟清华一位老师啊 都在讨论说哎 我们做下围棋这件事情 嗯 但很可惜我自己的三东西是不够的 嗯 对吧 没有老师听我的东西 所以一到到16年突然间开始这个阿富贵这个狗 宣布说跟你支持比赛了 嗯 所以我开始嗶嗶嗶嗶嗶 这个发文章讲说这个机器能赢人 嗯 有部分人就不信 对吧 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打赌呗 嗯 对我内心想的这叫收智商税 对吧 这文章写得这么清楚你还看不懂 嗯 就包括当时这个头几篇赢的时候 大家讲这叫阿法狗中排逆转 嗯 就是前半程下的特别烂 嗯 对吧 这个是什么傻气 到后面越下越好 所以当时分析说阿法狗是到后面是下下的更好了 嗯 我想不是这样的 在阿法狗心中一直就下的比你好 嗯 只是你看不懂 你觉得他下的烂 嗯 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有足够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理解的 嗯 所以在我自身是叫做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带路党 对吧 嗯 对吧 有人抵触他 我不是的 我跟他一会儿了 嗯 怎么用语言比较清晰的理解这种比如阿法狗代表这种智能呢 最终他目标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他的智能会跟完全跟我们相匹配 或者说认为阿法狗已经超过我们了 但是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阿法狗到那会儿你就已经说 你只要给他答案他就能学习了 人在里面是往回退了 嗯 比如说我们做医疗的问题说 我要做医疗的AI 我的程序员是要懂医疗的 对吧 我要医疗背景把医疗知识通过我的一种表达 我的一种逻辑告诉机器 到阿法狗说不需要了 嗯 你的程序员不需要懂医疗 你只要给他医疗医疗数据库 他自己就能学会 嗯 到阿法狗Zero了之后的话呢 又进一步 连你历史数据都不要了 嗯 他可以自己去各种重演一步历史一样的去 去尝试 从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一点点的互相博弈互相学习 嗯 最后进化到了今天它这个机器 就重演了那2000年的这个进化 阿法狗原来的机器是把2000年的这个结果都塞进去 阿法狗Zero是从也不进化 你从不担心 就他们所谓想像那个可怕的那个世界 就这种机器会会占上人 我觉得我们时代来了 嗯 我记得阿法狗赢了之后 我的一个工程师发短信给我 嗯 因为我之前就老在提什么人工智能提智慧 对吧 嗯 然后觉得做一个程序员 更找到自己身边的意义了 嗯 然后我们 我当时在 大概3月8号吧 嗯 第一次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叫做这个法定 收购的一个价 叫做狗胜日 嗯 对 看到了 狗的胜利 然后被被被网民有的这个调侃有的骂 对吧 说阿法狗你跟这跟你啥关系 人家赢了对吧 嗯 你在阿法狗一个狗知道对吧 嗯 这叫狗的胜利也是这个 这个程序狗的胜利 嗯 嗯 然后的话呢 咱们往前走 对对 这太好了 从头那走两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楼 嗯 这四个是女生楼 这是女生楼 啊 清华唯一的四度女生楼在他们这旁边 你有没有就是 很多地方都在这下面表个白啥 哎呀 说吧 没事小川 表个白 你女生楼去过 就已经觉得这个 已经跟去硅谷差不多了感觉是吧 不不 比去硅谷你更激动 哈哈 咱们和这边走一边聊 你行吗 聊聊女生出说 哈哈 是我们导演素质都差 不是赖火 都你这个影响的 我那会的话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你对女生的成绩特别看重 对 成绩不好 这是不如我演的 那个坏人 哈哈 我记得当时这个 他们那个我们97集这个 有他们一个笑话 对吧 当时也是集训队的 你看集训队可能够聪明 对吧 然后总是我是他的这个mentor 是他的导师 对吧 这个会有通讯嘛 因为我指导他 然后还给我寄照片 然后就写信 不要给我掏进火 这个比达新华不一样呢 那么一身正气 一身正气 对吧 因为我觉得 因为为了我考核你的 对吧 你觉得不对的 嗯 还挺好看的姑娘是吗 嗯 现在干嘛去了 现在在澳洲当教授呢 那也还是挺厉害的人家 而且是最年轻的正教授 复杂正教授 对吧 再见面什么感觉 挺好玩的吧 然后到清华来的时候他就找我 吓得我就不敢回宿舍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大一我大二了 我大二了对吧 为什么害怕呢 嗯 那比如说 哎我那个했다 陈南柯的书呢 对对 你现在看到 什么感觉啊 我我這很早看这个书 对对对对 带一下大学 indo by 我是大学生看的 對我来讲都是很震撼的 第一个说我原来是用计算机的 或者是数学物理的东西 只是去解决一些物理科学的事情 但突然间你发现用理性的东西去分析一个人物的东西 就是社会背后它有它的这种规律 它是美 你可以观测它 它的现象背后是有它必然存在的这样一套逻辑的 就把这样一个我们原来就不感觉碰 或者说是这种觉得特别跟理性没关系的事情 开始慢慢纳入到了一种理性的思考框架里去 你一样能看到它的过去怎么样 它的未来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讲是启蒙性的 它打开了我对社会的语言 只知道什么叫社会学了 这个社会对你之前理解那些科学的世界之间的这种更直接的冲击是什么 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或者这种理性去认知更大的一个世界 平时我们看的东西来讲的话 计算机灵异的代码生成一个程序 还是只是它被限制在了一个计算机里面 但是我们周围接触人 周围接触事 它背后都有规律 我突然发现一个你不可预测的 一个这种不确定或者你没法去认知的东西 开始慢慢呈现出它的一种规律来 后来我当大学很吃惊那个事 这个孙悟空是不讨女孩子喜欢的 说八戒也讨喜欢的 这啥情况 这个一个又懒 对吧 本事又不大的东西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你会真的只有你看到其他东西都反弹 之后你才发现说这世界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嗯 那你说你读到这个你说对这个新闻界孙悟空猪八戒的解释之后 对你的现实行为会有修正吗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你只是觉得很意外 意外啊 对 怎么居然会这么这么小问题 就是女孩子会喜欢钻戒这事情 嗯 你还需要再过好多年 嗯 你才才才才能真正去领悟这些这些事情 嗯 逐渐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真的是事后你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 嗯 对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的话呢 嗯 最早有两个公司或两个业务让我就就处于很震撼 一个叫做好123 嗯 对 对我知道 我记得 一个福建小伙子做的是不是 嗯 对啊 嗯 因为当时在搜狐里面觉得搜狐就是宇宙中心了 嗯 所以当时好奇 你想看用户从什么地方来到搜狐 一插着自己计算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搜狐用户是来自于叫好123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算错了 最终没听过什么东西对吧 打开他一看 哇 密密码这是网址 对 丑陋无比 你就觉得是病毒吗 是什么搞错了吗 然后只有旁边一个小兄弟这个一个编辑走过去对吧 说这个我知道啊 好123嘛 我们老家都用它 嗯 就电信再给你这个装框带设成首页的时候 就会把它设成你的莫人首页 嗯 哇 你才知道这么一个网站 简直就是你自己的研究生白读了 嗯 哈哈 对吧 我们公司的美工全全不需要了 嗯 因为在那边知道他一个月能还能收入300万 嗯 收货在那边还是不赚钱的公司 嗯 但是换一笔好业三还晚一点 嗯 这我都不知道没用过 它是一个盗版光盘 嗯 就是 你知道我们如果说用windows 你正常买是正版的 嗯 很贵啊 对 而且买回来之后里面是既没有office 又没有wps 也没有其他photoshop 什么都没有 所以windows的话呢 是我们认为一个就像一个昂贵的毛皮房 嗯 好业三的老板他讲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的精装房 你拿这光盘一装进去 盗版的 所有你喜欢用的常用软件 都装进去了 拎包入住 嗯 什么都有 嗯 你说你用哪个 但是这老兄的话呢是极度有产品精神的 当时我们跟他合作输入法的时候 他验诊你输入法好不好 你要不好也不跟你装进去 他自己还有一个测试团队 要确保你的所有的这种软件的兼容性 营运性能最高 这个光盘这个复制处系统 在当时占中国电脑的70% 所以很快我们的输入法里变成全国人民都用了 嗯 对 对 对 肯定不知道 反正我相信你可能没花钱买过这买Windows 别买这样 对 今天可能买了 只要是早年间 没人买 咱们那时候没人买这个 对吧 对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对 然后你发现这都在收服体系之外的东西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明确 对这种清华北大那种基因主义的挑战 对 自以为是了基因主义的挑战 所以当初贺棒 嗯 后来我们提的叫三级火箭 嗯 就是指为了做搜索 嗯 用输入法 推广浏览器 这浏览器打开手也就是搜索 叫三级火箭 在后面很出名 那就用这方法 对 但是我如果细想 这个三级火箭 其实是一个番茄花园 加上好123的一个合体 嗯 所以到后来找到了搜索去的一条道路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那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最难的问题是说要说服张绍阳 嗯 要让他的这样的认知 能够去接受这样一种跟他原来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嗯 嗯 但说服的技巧是什么呢 对 还有技巧我早就说服了 哈哈 哈哈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只有当事情足够这种坏 嗯 然后大家在共同思考 这个变责通的时候 嗯 你才能提出一个这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来 嗯 当时是我已经提三级火箭被被被被被被视为异教学说 嗯 被边缘化了 嗯 最后最后管一团招的时候 嗯 就拉回来老张想对这就期待了 嗯 你提这方法 他开始接受 你中间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没有过 这是很有意思 嗯 是啊 对 可能也是这种这种清华培养出来一种性格 就是嗯 排除万难 对吧 嗯 更多相信自己的思考 嗯 相信自己的创造发明 嗯 对吧 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副总裁 哇 挺有觉得好有道理啊 但会不对啊 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呢 嗯 就发现说他有95%的东西 都不是自己原创 嗯 嗯 是来自于跟别人交流里面得到的这种东西 最后可能加工了5% 就成了 嗯 但是可能原来我追求的东西 是95%到100% 你就想自己发明一个世界出来 对 就未来这些世界长啥样 你去构想 而且世界就是我的 我在中间要 要去影响或者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嗯 承担这个历史使命 嗯 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这种犹豫的 嗯 那下面如果翻译问题解决 就不仅是在中国内了 嗯 我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你现在其实是使得中文 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语言 那现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近来说 最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员工是否有同样这么大的一种热情 嗯 是只把技术问题去解决 还是只有这种大一种使命感 嗯 能够形成这样一种 就是给大家洗脑这件事情 嗯 管理上的问题 其实本身上这个管理上是你是有种对人尊重 说我是我你是你 嗯 我尊重你的每个想法 嗯 对吧 使得每个人成就每个人最大化 嗯 你天生有一种对对别人的这样一种尊重 这种尊重在 嗯 所以之前说有的公司什么价值观考核 嗯 就是什么东西啊对吧 什么性格测试 呵 一种发生的内心就是要去把自己的这种思想植入到每种身体里面去 在这边我发现自己是有弱点的 嗯 他给你本性是抵出的 是啊 但是你知道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孙悟空干的那些事对孙悟空简直是个侮辱啊 你想想孙悟空这么一个自由自在 他这个free spirit啊 孙悟空 对对但你自由是想要别人自由 对对吧 但是你要让每个人都要说不管你是信不信 我一定要把你洗成我一样的人 对 这个事情对我讲是这个内心中间的障碍 嗯 那能克服吗 这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的 所以你更多来讲的话呢 你还是有种热情是希望别人跟你建立共同的一种认知 但是你不是通过一种这种强迫的行政的手段 你还是希望就是去说服每个人是真的是从内心中间认同这件事情 嗯 这个效率是低的 但或许是不是长远来看这效率反而又是高的 这样的组织可能看起来会慢一点 但是它会运含出更多的创造力 会不会这样 因为各个的好处 比如说 其实我就讲说中国这两个公司一个阿里一个腾讯 嗯 对吧 阿里是强调这种这种价值观的一致性的 马云在战略上讲的话是靠自己的这样一种煽动力 会包括自己对未来这种威胁是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为了长啥样 然后同学们 你听我的 嗯 腾讯在讲他能给你一些底层的这样一些一些土壤 说这些土壤很重要长啥东西来讲 我觉得他心中不是有那么清晰的画面感的 但是共生的 更多是能够释放你每个人的能力 两个帝国都很厉害 你知道我哪个都很厉害 我就看到腾讯说哇太厉害了 对吧可能把阿里干掉 你看到阿里哇太厉害了 他也能够有自己巨大的这种生命力 绝对不同的两种文化 嗯 在性格上呢 你自己觉得你更偏向腾讯的文化是吗 我觉得我们更偏向腾讯 嗯 对吧说阿里东西是学不来的 但这两制度到底随好随坏 今天是没有结论的 嗯 在公司层面 但是想法一致更有战斗力 嗯 但这件事情跟你原生的这样一种 希望每个人这种百花齐放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是自己挺难去摆脱的一种 一种能力 是你自己的一种 一种缺陷 这种冲突会让你不舒服吗 嗯 还好 大话喜有讲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对吧 这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角色 嗯 好像你自己已经这么一个力量无穷大 但其实在如来佛的这个手掌心里面 你还是有命运的这样一个 就不是你自己能随便去变动的 嗯 对吧 然后以及你还有被注定的一种使命一种归属 嗯 对吧 甚至无能 像那种师妹讲到说说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嗯 对吧 我要这变化又又又又又又干嘛 是这个这个有时候你在伤感的时候 嗯 你回到这样的情绪里去了 那现在这种伤感的时候多了还是 嗯 跟最早的这么一种 说是那种叫顿感的时候是多了很多 嗯 偶尔伤感一下 嗯 但是我认为这东西是一种文艺范儿的东西吧 嗯 是一种生活调剂品 嗯 你会去感动 但是这种不解决问题 你会用理性来压制这个东西 这种这种东西 偶尔释放一下 就当你释放也是这种很美的事情 嗯 就像我们经常去这种是文青这种对吧 嗯 去啊 团圈世界长这一样 然后我们去玩游戏 嗯 我们去看电影 其实都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是不真实的 嗯 所以后来在我的这个手机里面 我有很多分类的 嗯 我把我的各个应用装在里面 嗯 其中比如有一类 叫做太虚幻境 哈哈哈 什么东西太虚幻境 你给我说说什么是太虚幻境 比如说 视频的东西 嗯 音乐的东西 嗯 然后像一些小说的东西 它不是人物历史传啊 嗯 就是那种非事实的东西 非事实的东西 但是这种非事实的东西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故事性 就像毒品进去之后 你会有一种体验 这种美好东西的 嗯 但情感的那不是最真实的东西吗 这话没法证实 就是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嗯 就是不可证明不可证伪的一件事 嗯 北大这校园比清华其实舒服 就是它的空间感比较有曲折 曲折对吧 对 所以我记得在看《红豆梦》里面就讲到 潜艇是非常庄重的 嗯嗯 对吧 里面的人就是呆板那种状态 呵呵呵 但它的后花园里面 嗯 有小桥有种东西在 就是那种取得的 就是人性的利面就释放出来了 对 这校园风格也会决定一个北大和清华人的性格都不同 对地理空间对空间感给人带来的变化 但我觉得现在都差不多了 学校都很相似了 还是文化上的这个 这我可见到人是不同的 嗯 新华学生是修自己 嗯 就是先想哎呀我什么地方改进了 嗯 我哪边不对了 嗯北大的时候先不管自己先看天下 对吧 这个天下说哪边不对了 我去补他 都是别人的错 哈哈哈 新华是先说我的错 嗯 北大是对这个世界的错 我就帮世界去打破它的 嗯 哎呀我真是没什么校园清洁 没感觉 干嘛就非得逛北大呢 不知道他们需要补一下 补一个你这个又没清洁的东西 哈哈哈 补一个对 他们认为可能会有清洁 懂 不能打消大家的积极性是吧 嗯 突然发现自己变成木偶了 对 被大家拎着走 对啊你现在都挺习惯这样的 你要觉知这件事情 这是必须的 是 其实宋空也是老是木偶 都是木偶 都是木偶 嗯 我不用木偶这个词 嗯 就是说你虽然自己是个生命 但是你在更上层或者下层生命当中 你扮演了一个 它的一个集合的载体 嗯 或者它一部分的角色 对 你就不能胡来了 嗯 所以我就简单来讲说 上层生命给你的东西叫道德 嗯 下层生命给你的东西叫欲望 嗯 那在这个道理上讲 你就是个木偶了 嗯 你是活在道德和欲望之间的 嗯 这两个都是你的两根线 嗯 好 待会把这个留在康复管理 接着跟你聊 嗯 我有好多理论的 对 我发现真是理论多 哇 这完全是小姑娘的趣味 对吧 哎 我刚才想 你我弄完那翻译器 我突然想一个事儿 我一直想在中国推翻译讲 古林天翻译特别好的那些翻译家 为什么鼓励翻译家呢 他们对语言的贡献呢 他们把翻译的语言推向了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 翻译家是人 是靠自己 嗯 你可找大一点 我就想大一点 翻译的技术 商业模式上的开拓 嗯 对吧 举个例子来讲 咱们现在发论文 对 也有英文写 对 也发到英文看路上去 嗯 怎么能够把科学研究的这样一套 一套论文的分享体系和评价体 搬到中国来 但是我们的知识生产有这么厉害吗 现在在美国在生物科技里面 70%的论文中国人写的 AI东西50%是中国人做的 嗯 我知道你要建立一个新的科学语言标准 有价值吧 嗯 就使得一些中国人 嗯 可以用中文去写论文 用中文去读论文 嗯 我能解决的是一个规模性的问题 最后使得中国人掌握话语权 嗯 对 你刚说你说平凡一讲 嗯 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局限在 只是说一个人的那种个人贡献里面 嗯 这是咱们思维的方式不同 哎 那比如说就是从这个事衍生出来 那你面对一个新事物的时候 就是你的 去理解它的出发点 接近它的方式 这个这套思维训练是怎么 对来说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块东西 一个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 然后我会看哪些概念 它是构建的这样一个模型 跟我理念是最一致的 嗯 对他们的东西在趣味 从真来做判断 嗯 我研究生的时候 对我最大的这个启发 是建立了以生物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思考的模式 嗯 凯文凯利在写失控里面 嗯 他说但凡一个星球上 就出现生命了 这些生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覆盖到整个生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嗯 甚至改造它的大气 我看到了生命和我们原有理解的一种冲突 嗯 包括生命的有序性 从你的一个DNA 变成一个人的这种过程当中 经历了无数多混沌的这样一个过程 生命才能创造这种有序 但是这个事情而言的话呢 是我们传统的数学物理是没法解释的 嗯 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 这套体系文学的东西也解释不了 嗯 它是独立的一套的这样的体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开始 我建立了我自己完整的一种 一种世界观 嗯 然后欲望怎么产生 到时候怎么产生的 解决了生命的有序性之后 再开始看到这种发展轨迹里面 我们去看他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对吧 我们看他是不是密是注定的 有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对你来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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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